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自己的钱拿给阿里安 因为男孩的妈妈是信仰神明的 贪婪的医生居然对阿里安收下了这些钱 她心中有了一个计划 想利用阿里安的超能力来利用人们信仰赚钱 她从护士女友那里拿到有信仰病人的资料 随后一个个的去找这些病人 让阿里安漂浮起来来装成天使 给予心理暗示致病赚钱 而阿里安也需要钱拿到户口奔 于是两人决定合作干这一单 首先的病人是有钱的老头子 阿里安通过超能力果然漂浮起来 顺利赚到了第一桶金 接着她去找到另一个目标时 阿里安直接把房子都翻了过去 就在另一边的老警察也在安地里找到阿里安 因为她从医生手机里看到阿里安漂浮的场景 于是知道阿里安没死 这下自己误杀阿里安的事一定会发现的 为了不离后患 老警察决定先出击 最后她对阿里安发布了全国通缉 而此时的阿里安正在到处漂浮找着父亲 之后由于老警察将大批人力用于寻找阿里安 导致被领导严重批评 阿里安在坐地铁时遭遇了恐怖袭击 整个地铁都爆炸了 她还被当成恐怖分子上了新闻 而阿里安的父亲就在这次恐怖袭击里被炸死了 直到一切的阿里安感到十分悲伤 医生将父亲的遗物交给阿里安 两人互相对视 甚至医生还帮阿里安系携带 这举动暖到了阿里安 其实医生一直对因自己而死的病人的一家感到很愧疚 翻盘醒悟的他拿着赚到的钱去送给病人家 之后老警察终于找到阿里安 他将车转过去时阿里安飞了起来 老警察发现抓不到阿里安后 决定去查医生 医生劝他不要再继续下去了 老警察很生气 影片最后他在酒店里找到了睡着的阿里安 准备开枪时阿里安破窗而悬浮在空中 下面的吃瓜群众看呆了 老警察只好放弃了开枪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